大家好,欢迎来到木科网学习Python实践APP数据抓取实战课程 我们今天进行第二章环境搭建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安卓模拟器的安装提介绍 那么这个时候有的同学就会问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安卓模拟器 那么用真正的手机会不会更好呢 如果这个时候你有条件 比方说手头上刚好有不使用的安卓手机 哪怕是你正在使用的安卓手机都可以 但是任何的操作它都有一定的风险 比方说我们在抓取APP数据之前 为了创造一个干净的抓取环境 可能要进行刷机 适配一个合适的安卓版本 这个时候它就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它要进行格式化 所以我们使用安卓模拟器会更加的方便 性价比也会更高 我们使用安卓模拟器 可以随意的创建各种版本的安卓系统 甚至是定制的 比方说三星的安卓系统 小米的安卓系统等等等等 这样会更加方便于我们进行操作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当前常见的三款安卓开发用的模拟器 注意这里是开发用的 不是说我们玩游戏 多开使用的安卓模拟器 那么这三款模拟器分别是什么 首先来看第一个 是谷歌官方的APD 第二个是Genimotion 也是一款安卓模拟器 第三个爱玩游戏 手机游戏的同学肯定都知道 叫夜神模拟器 是专门进行多开的一个安卓模拟器 那么通过对比 最终我们选出了一款模拟器 供大家使用 就是最下面这一款夜神模拟器 为什么不选择上面这两款呢 首先来看第一个 谷歌官方的AVD 它第一个运行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 第二个安装APP的时候 只能通过ATB工具来进行安装 并且它调试的程度比较的复杂 虽然说支持机型相对来说比较多 但是不太适合我们非安卓开发的同学来进行使用 那么第二个 Genimotion也是一款安卓开发与使用的模拟器 它运行速度一般 安装APP的时候可以使用ATB工具 也可以使用拖拽的方法进行安装 什么是拖拽的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下载好的APP包 直接用鼠标拖进模拟器就可以进行安装了 它支持的机型相对于AVD来说会少一些 并且调试程度相对来说一般 比夜神模拟器要难 并且有很多未知的bug 最后一个夜神模拟器 支持的操作系统仅在我们Windows里面 所以我们本次的课程呢 就是在我们Windows操作系统上面进行讲解的 它支持维缩Bot虚拟机 运行速度呢非常的快 支持两种APK转动方式 一种呢是ADB 另一种呢也是拖拽 虽然说支持的机型较少 但是呢已经满足我们的开发需求了 并且调试程度呢非常的简单 适合我们非安卓开发的同学来进行使用 这个呢就是三款模拟器的对比 我们最终啊选择了夜神模拟器 接下来呢我们进行夜神模拟器的安装 安装啊也非常的简单 就像我们安装QQ一样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夜神 安卓模拟器的介绍 那么夜神安卓模拟器呢 是全新一代的安卓模拟器 与传统的安卓模拟器相比啊 基于安卓4.4.2 兼容呢x86 AMD 在性能稳定性兼容性等方面呢 有着巨大的优势 接下来呢我们来打开它的下载页面的地址 来打开 打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 这里呢有一个立即下载 当前的版本呢是第六版本 我们呢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下载了 因为呢我已经下载过了 所以呢直接就在我的桌面上 双击打开它就可以进行安装了 安装呢也非常的简单 就像我们安装QQ一样 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有一个自定义安装选项 这里呀你可以只让它创建一个桌面客户方式就可以了 安装位置根据你的实际需要 这里呢我选择默认 然后呢点击立即安装就可以进行安装了 安装过程呢也非常的短 好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选择安装完成立即使用 点完这个按钮之后啊 它会默认的创建出一个安装模拟器 并且启动 好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之后呢 它就会启动一个安装模拟器 可以看到这款模拟器啊 其实是用来玩手机游戏的 对吧 那么我们把它拿过来呢 做一下我们的爬场开发 在夜神多开器里面 我们打开它 可以看到目前呢 有一个模拟器的名称叫夜神模拟器 并且呢已经处于启动状态 它占用的空间呢是110Mbps 打开之后啊 可以先把这个基本使用方法呢 给它关掉 因为呢它对我们没有太大的用处 可以看到这个呢 就是一个我们手机的界面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安装我们的APP 可以做我们的爬虫 接下来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夜神多开器 我们点击打开夜神多开器 在夜神多开器里面呢 可以看到我们当前正在运行的 这个夜神模拟器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点击来改一下它的名字 比方说呢 叫第一个模拟器 敲完灰车之后啊 就把名字改掉了 如果有的同学说呀 可能我现在还没有学习到爬虫课程呢 那么我现在想用夜神模拟器啊 来打游戏 进行一个多开 那么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点击添加模拟器 在添加模拟器里面呢 我们有如下进行选项 可以啊 先创建一个默认的4.4.2 这样一个全新的模拟器 当然了 也可以创建一个5.1.1的 甚至呢 可以创建它这个测试板 7.1.2的 当然了 测试板可能有一些不稳定 当然了 我们还是可以经常来使用的 并且呢 还可以复制我们当前的这个模拟器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创建一个全新模拟器 基于安卓5.1.1的 点击完之后呢 它就可以开始进行下载 然后呢进行解锁 整个时间不会超过一分钟 很快 相比较我们之前 要给大家介绍的 Denymotion和谷歌官方的AVD呢 要快很多 这样我们一个夜神模拟器呢 又创建好了 我们在这里呢 再改一下它的名字 比方说呢 叫第二个模拟器 在这里啊 我们看到后面呢 有几个菜单 先点一下这个小齿轮 不着急 点击启动 来看一下系统设置 在系统设置里面啊 我们可以设置它的性能 这里呢 可以选择它的CPU以及内存 这里呢 直接保持默认即可 这里啊 有一个提示 叫做调节CPU 如果说数量超过一 你的电脑呢 需要开启一个叫VT VT啊 就是我们CPU的虚拟化 CPU虚拟化呢 需要我们在BIOS里面进行设置 需要重启电脑 然后呢 进入BIOS 然后进行我们的电脑虚拟化的 一个设置 因为我的电脑呢 已经开启过了 所以呢 就给大家进行演示了 后面我们在进行 Genimotion模拟器 安装和介绍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怎么开启CPU的虚拟化 这里啊 在启动设置里面呢 我们既可以启动平板板 或者是手机板 我们现在啊 给大家看到的这个 夜神模拟器 就是一个平板板 对吧 我们下面呢 改成一个手机板的 在这里呢 有一个显卡的渲染模式 一个是兼容模式 另一个呢 是急速模式 在我们后面运行 APP的时候 或者哪怕你在里面 运行游戏的时候 如果遇到它 无法运行的时候啊 这里呢 可以改一下 如果兼容模式 运行不起来 我们就去选用 急速模式 如果急速模式 运行不起来呢 当然我们就可以选 兼容模式 这里呢 我们先保持默认 然后呢 点击保存设置 好 它已经更新成功了 更新成功之后呢 再来看一下 后面呢 还可以进行一个 磁盘空间的清理 也就是说呀 你里边有一些 应用垃圾 或者说 安装了一些 无用的APP的时候呢 可以进行一个清理 在后面呢 还可以进行一个 备份和导入 也就是说呀 可以对我当前模拟器 进行一个备份 后面呢 在你进行恢复的时候呢 还可以进行一个导入 好 我们再来开启 我们第二个模拟器 好 可以看到 打开之后啊 就是一个手机版的一个模拟器 不是平板板了 对吧 可以看到 它还是一个游戏版的 这么一个模拟器 它这个夜深模拟器啊 创建之初 就是为了打游戏 多开而使用的 我们使用模拟器呢 刚才也跟大家说了 就是为了更方便于 我们手机的使用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进行 APP抓包和爬虫 好 我们呢 现在等待它启动起来 可以看到 它已经启动起来了 启动起来之后啊 其实啊 和我们平板板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它是竖版的 那是竖版的 这个是竖版的 是竖版的